配合教师节到来 副首相南多斯里阿木扎西 为教师和学生捎来了一系列的好消息 为了让学生特别是住在乡村片野地区的深深学子 可以轻松地在线上学习 政府致力提升特定地区的网络覆盖率 确保他们获得更完善的网络基础设施 阿木扎西还承诺提升 既职教育和培训计划教员的水平及薪资 确保他们和普通教师平起平坐 不再是二等地位 副首相兼乡村及区域发展部长阿木扎西 今天在关丹国际会展中心 出席教育部举办的2024年 全国教师节庆典时承诺 政府会在今年底前解决偏远地区 网络信号覆盖的问题 他不希望再看到有学生 为了连接网络远程上课 而被迫爬树寻找信号 扎西在致辞时也提到 他已经向数码部长戈斌心反映 必须加强网络覆盖率 确保特定群体也能享有更完善的网络基础设施 我们有5G 在这些教育部长戈斌心反映 也能够加强网络基础设施 也能够加强网络基础设施 另外阿摩扎西还宣布配合教育部落实的数字教育政策 他将和首相兼财政部长 纳都斯里安华要求增加教育部额外拨款 让更多教师和学生获得免费平板和数码设备 确保他们跟得上数字化教学的趋势和需求 一同出席活动的教育部长法迪娜也宣布落实6项措施 包括加强老师在数码领域的能力 制定教师扶植指数 以及检视教育工作者的生态系统 确保教师权益时刻受保障